半空中超常掉臂 傾斜垂掉 底下人車照樣通過 不過也有人看著是膽戰心驚 遲遲不敢邁開腳步 這個路段屬於台中市北屯重要道路 從德路二段上頭 路邊社區大樓興建工程施工中 在8號 9號這兩天 正在進行大型掉車高空掉掛作業 民眾發現路面只有圍了一小區 雖然站著交管人員 但當掉臂升空 橫跨了大約四個車道時 依舊放行 不少用路人不敢從掉臂底下通過 因為不想冒險 隔天回到施工地點已經吊掛完畢 只是為何當下沒有封閉道路 工地人員說他們有向交通局申請臨時路權 並封閉全線車道 只是這一幕 為何出現了落差 不僅警察局現場評估可能違反道交條例 利用道路作為工作場所開罰一千八 另外交通局要針對高空作業細則 會另外依法處理 3D新聞 曹盛章 李建穎 台中